行情持续上涨 投资者热情高涨 很多人认为2024年 属于币圈的赚钱机会终于来了 纷纷高喊牛市来了 别忘了 牛市是最好的赚钱机会 但同时是赔钱最多的时期 牛市的到来往往伴随着乐观情绪的蔓延 人们容易受到周围人的情绪感染 进而产生盲目跟风的现象 在这片欢腾声中 你是否也听到了别人赚钱了的耳语 别人赚钱了 成为很多人入世的一个理由 他们过去和我差不多 为什么他可以我就不可以了 这其实是从众心理在作祟 本期视频来一起揭开这背后的秘密 个体在群体压力下放弃自己的判断 而去跟随大多数人的行为 这是人类天生的一种社会性 叫做从众心理或是羊群效应 在古代人们为了生存 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 这种依赖性在现代社会 转化为了对他人意见的依赖 尤其是在不确定性高的投资市场中 当市场普遍看好时 投资者往往会忽略自身的风险评估 而是选择相信大多数人的判断 认为众人食柴火焰高 在这种氛围下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投资者 也可能失去理智 追逐那些已经高估的数字货币 导致最终在价格回调时遭受损失 然而市场并不总是理性的 历史告诉我们 市场的顶峰总是伴随着人们的狂热 而低谷则隐藏在悲观之中 这意味着市场情绪往往是周期性的 而从众行为可能会使投资者在高点买入 低点卖出 从而措施更好的投资机会 或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此外 身处牛市中 投资者更关注短期的上涨 而完全忽视本金永久性损失的风险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追涨杀跌 这就是为什么市场上赚钱的 只能是少部分人 牛市的上行行情 表面上给投资者带来了直观的安全感 但其本质是 投资者已然被各种实时变换的热点所裹挟 被大众或狂热或沮丧的情绪所感染 因为欠缺金融市场的基础知识与投资常识 在具体的投资实践中缺乏自主意识 缺乏独立思考与理性判断的能力 建立自己的投资理念 学会独立思考 设置止损点 保护你的本金 理性地面对市场的波动至关重要 你需要一套策略 长期计划 分散投资 定期调整资产配置 这样你就能与自身的风险偏好同步前进 记住这句话 市场是由人创造的 也是由人驱动的 投资者的最大敌人往往就是他自己 了解市场 更要了解自己 控制情绪 才能稳健前行